国家社会的安定进步 民间公益社团有很大的帮助 台湾中部最大的社团之一 国际狮子会300西万区 2019年4月29号 在台中市北屯区 威格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2018-19年会 一大早总监林店上 就在夫人的陪伴之下 带领区内阁团队人员 举牌进入会场 随后还有年会主席 佐耀林副总监 跟各区会长主席 也组队前来参加 台湾总会议会议长 曹王芙蓉 300西万区总监林店上 都分别上台支持表示 感谢团队跟室友们的付出跟支持 让300西万区的优秀服务精神 能够发扬光大 发光发热 我们西万区 到现在已经 29届了 我们每年的总监 带领所有的私有 在社会上 做了很多公益 我们再付出 对社会的贡献 每年的年会 就是我们 所有私有一个大团结 在年会活动当中 林店上总监 还颁奖表扬会晤 有工人员 以及举办公益活动 热心捐款的有工私有 下午还要举办新任礼监视选举 前总监魏云林的儿子 袁真志 从美国USC 学成归国之后 因为年轻 活力十足 获得很多私有的支持 这一次准备参选第二副总监 理想是我会用心学习 然后我年轻 我会有活力 也会有想法 跟各位师兄 师嫂学习 然后我也会给 私职精神发扬 广大 国际市职会 300西万区的私有 几乎都是中部地区 社会精英 各个都失业有成 热心公益 台中市长卢秀燕 上午11点 也特别来到现场 跟所有的私有们握手致意 并且上台致辞 感谢大家对于台中市政府 跟社会大众的支持跟贡献 希望能够一起尽心尽力 传承国际师子会的 传统服务精神 谢谢大家出钱出力 一起让我们台中市民 更幸福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财源混混 生意兴隆 心配给空 大姐姐和平安 那么我们师兄事业 在各行各业 都是头角真龙的精英 所以你们的公益 活动 其实就是在引领 我们整个社会的风潮 300西万区 201819总监林殿上强调 狮子会是国际五大社团之一 在他任内 他凝聚了各地 狮友的力量 投入社会公益慈善活动 传承热心助人 诚恳踏实的八大信条 打造阳光 快乐 善良 健康的美好社会 记者陈文旭 肖酉金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